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原因是他帮助了香港的弱势社群 并请了一些残疾人士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 赢得金刚的尊重 许承迅先生并请的是聋哑人以及盲人 这些残疾人经过系统培训拥有一技之长 在餐厅里面聋哑人负责厨房工作或者收拾网筷清洁 而盲人则是一名英文翻译 遇到外国客人他可以帮助对方点餐 除此之外许承迅先生给客人设置了赞助券 简单来说就是客人如果想帮助他人的话 可以在餐厅买一张赞助券 一份套餐的价格 然后将券贴在小黑板上 到了夜晚餐厅的员工会根据赞助券的数量制作套餐 派发给清洁工露宿者以及孤寡老人 许承俊先生表示这些都是餐厅员工想出来的 希望能够与底层人民共度时间 平时霍几刚在社交网发布的视频都属于工作性质 太太郭晶晶从来没有在他的视频露面 这一回是首次 面对镜头的时候晶晶显得有些腼腆 全程跟随丈夫的步伐极少发言 晶晶性格内向即使她退役之后 让英国深教过 也尝试在异国台乡独自生活 但她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依旧会害羞 霍启刚晨晨引导太太 不用她说太多话 与餐厅老板员工交流的时候 也由她输码 行机就负责站在她旁边露出甜美笑容 这一天晶晶日如以往的打扮得十分休闲 穿了一阵白色的短袖上衣 搭配牛仔裤 头发随意扎起来 戴着口罩 露出标志性的腰果眼 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十分可爱 不过可能是生完三胎之后 身材恢复得比较慢 晶晶至今还有点微泡 从侧面看 她的腰线消失了 腹部位置也微微隆起 身材与颠覆许期相比有些差距 也有网友怀疑 晶晶这个隆起的小腹 会不会是有惊喜怀上了第四胎呢 虽然晶晶身体好 39岁的年纪也不算大 生第四胎的可能性是有的 但她在访问中说过 三个孩子在家里 就像幼儿人一样热闹 还有点管不过来 因此不会考虑第四胎 这样的话 晶晶应该不是有喜吧 视频的最后 霍启刚与郭晶晶在餐厅尝试做 手冲南洋咖啡 理论上简单的几个动作应该不难 但霍启刚就觉得有本事搞砸 相当搞笑 反观 郭晶晶 完全不用练习 很快就上手 让霍启刚叹为观止 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这一幕莫名好笑 郭晶晶再次凭实力 征服了谜地霍启刚 有一位无所不能的太太 霍启刚应该很骄傲吧 霍启刚和郭晶晶 一直是豪门贵族夫妻中的异类 俩人从不炫富 生活非常低调 甚至经常以平民的穿着出行 但却时刻彰显着自己的修养 在教育孩子上 俩人也有自己的方法 经常带他们阅读体验生活 成为育儿小能手 是很多人学习的对象 这对夫妻从相恋相爱 到结为夫妇 除了有爱情做润滑稽 其实中间也有千丝万缕的 另一牵扯 郭晶晶嫁给霍启刚那天 霍启家在香港举办了大型晚宴 公公霍真廷在信任致辞时说 感谢晶晶下嫁霍家 在许多人看来 郭晶晶是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灰姑娘 霍家是豪门贵族 她能嫁入这个家庭绝对是高攀 为何公公霍振庭用了下嫁而自呢 其实郭晶晶能带给霍家的东西 远比金钱更加宝贵 郭晶晶嫁入霍家 除了和霍启刚真心相爱之外 还将霍家和内地 霍家和体育 紧紧绑到了一条船上 她的下嫁 对霍启刚未来从政 对霍家精神的传承 对霍家家族未来的发展方向 都有许多无法言喻的好处 从霍英东到霍振庭 再到现在的霍启刚 家族三代都很热爱体育 一直和内地体育紧密相连 2006年霍英东的离世 与霍家而言 有如一个分水岭 而郭晶晶的出现 恰如一座桥梁 再次将霍家和内地体育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再也难以分割 现今香港很多豪门家族都在学习霍老爷子的方法 给家族树立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理念 让家族更长久的繁衍 一个豪门家族一旦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 必须得取之社会 用之社会 不但能帮家族摆脱尖上的名号 还是家族保持长盛不率的秘诀 中国人有句俗语说 富不过三代 由此可见 一个家族想要抱负并不难 难的是如何在后辈手中得到传承 而想要传承家族的财富和精神 就要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后辈 这时候找一个有文化 有背景 有远见的儿媳妇 并成为各大家族的重中之重 像伙家这种家族 三代积累下来的声誉和财富 更是需要一个传承人来好好经营 霍英东为家族打好了基础 铺好了路 霍振婷接过父亲的接力棒 将家族的生意发展壮大 而霍启刚和其兄弟们要做的则是稳步发展 如何将家族繁衍下去 郭基金自带光环嫁给霍启刚 带给霍家的证明影响以及影响力 是任何女明星都无法比拟的 对霍家这样的家族来说 她们不再需要找富家女联姻 也不需要女明星来增添绯闻 她们需要的是一个更能稳定霍家 并能够给后代积极影响的女人 郭基金虽然没有正经的背景 但她在坊间的知名度和好感度 却远远超过某些女明星 即使她本人不进入政界 若能好好地维持自己的生育 成为霍启刚的贤内助 对霍启刚未来的发展 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所以霍真廷在婚礼上说 郭晶晶是下嫁一点都不为过 郭晶晶身价清白品格端正 在常年的训练中 早已养成了今日的心性 对于养育下一代 也益处多多 郭晶晶虽然出身平凡之家 但她奥运冠军的头衔 却永远都在 能让霍家和内地的体育 更加紧密相连 所以再看 一个有国家情怀家族的子孙 娶了一个与国家 有国贡献的奥运冠军 他们之间还有满满的爱 难道不是天作之和吗 近几年 郭晶晶在霍家的支持下 公开做慈善 建立平民化形象 与霍启刚以后的从政之路 也是有帮助的 郭晶晶嫁给霍启刚的八年以来 霍启刚 没有任何黑料 国民度大幅度提升 简直成了全民好老公的代表人物 再看霍启刚 这几年并未过多的 涉足家族企业 反而频繁出现在 政府参与的社会服务中 还连续两次当选为 全国政协委员 未来之路早已不言而喻 郭晶晶和霍家早已成为一体 他们同气联知 互惠互利 还相亲相爱 势必会将家族继续传承下去 成为豪门中典范之家